大家好,我叫姜云月,我在苏伊士运河大学文学院学习 今天我是生年纪的学生,我想跟你们谈谈一件有意思的事 就是埃及的底标之一,现在我们开始吧 紧着他,生生日明星,又可说什么 这些都是埃及的底标,是埃及旅游的必要之地 只有去关于埃及的旅行手册,推荐陆续等,都会提到双述景点 是的,去埃及名片 可是,这些关系的景点应该助了其他小终经典的光芒 终于别人忽略 今天我就借着为大家介绍这些最美的小终经典 这是唯有开罗埃利波罗斯的特用,永不会落下的公典 能追公典 是的,你没看错,是埃及凯罗,不是柬埔寨的五个窟 这座集集于五个风格的公典是一个名叫阿德华恩伯恩的比利士人 为推荐法国设计时修建的,是不是很意外? 公典的主人和才有修建的人都和柬埔寨,没关系 公典的外部是受印度和佛教传说七发的装饰 这些之前被用于柬埔寨展观和穿景图 公典的内部有一个地下室 里面有厨房,扑人的房间和出层室 一楼是夹带大厅和三个房间,二楼有四个房间 太阳光可以轴进宫典的每一个房间 可亚历山的麦塞2在升级设施作用性 五顶的设计很创业,使作人用作南醉派对窗底 南醉宫典于1906年开工修建,1901年修建范城,1954年南醉宫典被卖了 在埃及政府的努力下,于2005年买了鞋类,并以至分锈之间 终于在2020年6月30日为外开放 关于南醉宫典,还有个笑传说 90年代的时候,南醉宫典的邻居们纷纷表示 他们能听到宫典里的吵架声 而且,他们还能看到宫典里有延误 据说,主人的妹妹从耳朵脚下死掉了 变成了归住进了宫典 而邻居们今天的争吵声 据说是主人和妹妹争吵 主人一直在求妹妹原谅她 可是妹妹没答应 明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